刚换盆的小苗想要秋天爆花 那么夏天应该如何是非 大家好 我是天狼 我们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种了小苗 大家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 就是我刚换盆的苗不能交肥 最后来的结果是什么 这苗长长就僵苗了 其实换盆对于月季来说是非常好的 尤其我们夏天 只要这个苗没有什么问题 当我们换了盆的第一时间 立马就交肥 为啥 你这个苗从外面拿回来的 或者是说长途运输回来的 它应该是几天没有吃饱了 那这个时候我换了一个新土 新盆 它地方变大了 根系有更好的伸展空间 它是非常活跃的 这个时候我们给肥 它能够快速吸收 那当然给肥也是一种讲究的 因为我们的小苗 是为了让它快速生长的 谢谢大家用我们的生长肥 它这个淡海量比较高 可以快速的让它提高活性 当它活性提高起来了 那我们就夏天 它就不容易出现 休眠 江苗 不长 那么关于浇肥的体率 是接下我们的浇水来的 由于我们夏天 每天基本上要浇两次水 大家在早上浇一遍水的时候带肥 肥料浓度就是1比1500倍就可以了 我是天狼 感觉观看 我们下次再来说一句